大家輪到第八棒的游擊手林翰 林翰在這一系列熱身賽 還沒有安打的一個出現 職業選手的壓力 身為國家隊唯一的一名 業餘的野手 他也有他的壓力 一定會有 大家都會特別用放大鏡 來看這種比較特殊的球員 想贏球一定會有壓力 這是必然的 大家的期待都那麼高 做了一個二壘的牽制 先來一個快速球 所以還是要先好好選球 對 對打者來講選球 第一個要素 沒有選球 要打好很困難 金正成在去年的Future League 二軍的比賽 四十六又三分之一局 被打了二十六隻安打 在二軍的被打機率很低 也只被打兩發全能一打 不過寶松比較多 投了二十四個四十球 一個所謂的定位在 救援的一個角色 即便是二軍的比賽 其實他的寶松都多 但他三陣率真的高 四十九K 不過這畢竟 二軍打者的選球也 比較不是那麼好 這才是重點 我們還是要看一下他的一個控球能力 所以林漢就好好選球了 繼續上了也是對 最後的一個中華隊的反攻是有幫助 一好一壞 兩出局要了有人 每一個打者都要有一個決心 這個出局是絕對不在我身上 對 那這個串點就會出現 畢竟對中華隊這場比賽來講 追平分是下一位打者楊代剛了 所以林漢怎麼樣都要想辦法上壘再說 對 只要上壘 中華隊這場比賽 追平分 至於逆轉都是有這樣的條件 所以剛剛楊教授講得很對 最後一個出局數 千萬不要落在自己身上 要有這樣的一個信念跟信心 不過現在球數是金晨成的 先兩好球一壞球 我們這一球還蠻危險的 金晨成 好球 OK OK 金晨成的 金晨成的去繞場一走 沒關係 那個觀眾朋友都給一掌聲 你知道那邊會 那教練會看內容 對啦 但是這也代表什麼 想贏 即便是熱身賽 對手誰都想贏 這是好的現象 值得肯定 不想贏 這場比賽就不好看了 對啦 或者你就沒有當一個POLO的條件 兩好兩壞兩出局 一個變化球 還好有跟到 打這個一個界外 算球 還是老話一句 算球 這個對決如果 林漢選球好了 這個時候大概是一好三壞 今天在裝滑隊的部分 是動用了有六位的投手 幾位主力的打者 並沒有上場 像林智勝 彭正銘 稍後 賽後的訪問 也會來問問總教練 在精明兩天 他會大概做什麼樣的 一個安排跟調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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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現在是兩個人出局 跑者在二壘 二壘上是郭彥文 這個半局靠著串聯的三支安打 中華隊追回兩分 目前是林漢 你看國際賽的經驗 當然也是相當的豐富 三球最中還是被金正成 給調中 遭到了三振 也結束了這場 官辦的熱身賽 中場呢 韓國職棒的新球隊 NC恐龍隊 是以五比二 擊敗了中華代表隊